天气焖热 在家里的餐桌上 怎么能少得了这道葱香老豆皮 简单的拌一拌 比吃肉还香 首先取出满满豆香味的老豆皮 这款豆皮 非油炸 非蓬化 拿它来涮火锅 凉拌 做辣条 都非常的不错 先将豆皮放入温水中 浸泡五分钟 泡软后 控一下水分 下一步 多来一些葱丝 再来少许香菜段 接着把豆皮切成一纸宽的条 这样的豆皮吃起来会非常的有嚼劲 如果喜欢软一些的 可以再拿热水焯烫一下 接下来下入葱丝和香菜段 在上面来一勺辣椒面 再来一勺熟芝麻 一勺热油浇上去 激发出辣椒的香味 调味加盐 一勺白糖 两勺香醋 一勺味极鲜酱油 再来半勺香油 抓拌均匀 这样一道做法简单 好吃又实惠的凉拌豆皮就做好了 这道菜 葱香浓郁 配合着豆皮的豆香味 真的是无敌了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不妨把我的视频收藏一下吧 点击我的头像 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